中藥成分隔保健產品層出不窮 近年聲稱與東蟲下草有關的產品似乎就最多種類 這隻畫是東蟲下草CS4 這裏又有蟲草菌屍體 究竟是甚麼呢 東蟲下草本身的蟲草 拿出來培養菌屍體 進行發酵過程 由一變成二,二變成四 買一兩野生的東蟲下草要幾千元 這些膠囊一合五百元有找 好像很划算買 但其實裏面有沒有東蟲下草 從科學上來看 它真的不是一個東蟲下草 科技進步 中藥的有效成分 可以透過發酵提取 甚至被添加 人工培植的 已經可以做到接近野生天然 其實很多成分都很類似 還有相差 其實最重點的成分 是否現在已經找到出來 都未必一定是 除了東蟲下草 高仿真度假燕窩充斥市場 這個完全是一個假的 它可能是用一些豬皮或白毛衣去造成 血燕為何會是紅色 仍然是一個謎 內地揭發假血燕事件 令科學界更想尋找答案 歡迎收看時事追擊 隨著人口老化健康食品的市場 也越來越大 不少都聲稱含有名貴的中藥成分 近年流行吃東蟲下草 不過真的 東蟲下草要一萬元一兩 坊間有很多廉價的產品 都聲稱含有東蟲下草 究竟又是否可信 它們含的究竟又是甚麼成分 而現行的法例又有沒有監管 東蟲下草是怎樣演化出來的 它其實是一種叫做蜜角菌 寄生在蝙蝠鵝昆蟲入面 再發芽而成的中藥材 我們很多時候看它的四雙腳 和頭 因為它的草會在頭上生出來 而且四雙腳是很漂亮的排列 所以是可以買得到的 一般市民在購買野生東蟲下草的時候 單憑外表 很難分辨到真藝 這枝就是假的了 第一 頭草出來的位置 很含糊 和沒那麼漂亮 而且腳很難排得很像正的 如果是看外形就是這個方法 但也挺欺負人看的 例如我們最常見的那些 假的東蟲下草 就是這個所謂鴨香棒蟲草 要鑑證真正的東蟲下草 可以用DNA的檢測方法 找到組成東蟲下草 亦即是蝙蝠鵝和蜜角菌的基因 現時坊間有很多聲稱用東蟲下草 或者東蟲下草菌屍體制成的健康膠囊 宣稱可以保肺強腎 醫治鼻敏感 提升免疫力 價錢由百多元到幾千元不等 但這些產品 成份裏面有沒有東蟲下草呢 我們在大型的連鎖店 買了幾隻包裝上寫著是 東蟲下草的膠囊 進行DNA的技術鑑定 中國約典說了 東蟲下草 如果要Define東蟲下草 是需要告訴你 在一個東蟲下草的真菌 寄生在一隻蝙蝠鵝的昆蟲裏面 然後發芽出來的產品 只會稱為東蟲下草的產品 這裡我用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就是等於A加B 只會等於東蟲下草 化驗所 是給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提供的原料 包括蝙蝠鵝幼蟲 和東蟲下草菌屍體 來鑑定樣本的基因段 結果五個樣本 都檢測不到這兩組基因 換句話說 五個樣本 都沒有含有東蟲下草 全部都不是A加B的組合 反而存在有其他C加D的組合 裡面我們找不到有東蟲下草 反而有其他蟲草的分支 例如涌蟲草、芝筆蟲草 或者有一個蟬花蟲草在裡面 市民上是否真的需要用到很高的價錢 買一個並非東蟲下草的產品 這些產品不是東蟲下草 那他們實際所含的成份又是甚麼呢 透過基因聚裂排別過後 五個聲稱是東蟲下草的樣本 三種驗出是蛹蟲草的基因 而另外兩種就是蛇花蟲草 其實如果從它的盒上包裝說明 這兩方面去看 包括說明書和外包裝來看 其實它正正就是 東蟲下草菌屍體 或者部分只寫著100%純東蟲下草 其實這些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正確的陳述 基本上如果不是正式東蟲下草 就不能叫做東蟲下草 即是可以叫做蛹蟲草 或者叫做蟲草菌屍 不能加一個東蟲下草 這四個字不能夠用 關玉輝在上環做了幾十年的藥材貿易 有提供蛹蟲草和善花蟲草 給藥廠製成膠囊 這就是蛹蟲草 以前我們自己打爛給它 現在我們就直接在蛹蟲草 即是蛹蟲草場打粉下來 你不會說自己是東蟲下草菌 不會的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在這裡主要是做一個批發 就不是像門市那樣做一個一瓶商品 不同的 我們是做一個原料 我告訴你 我現在賣你蛹蟲草打出來的粉 她說現時除了西藏 已經很少地方出產野生的東蟲下草 因此它的價錢 比黃金還要貴 頂級的 就要過一萬元一兩 而蛹蟲草一兩只要50元 咸花蟲草一兩12元就有交易 都幾受中醫藥介歡迎 不過食藥除了講價錢 藥效更加重要 東蟲下草被列入國家的弱點 但是蛹蟲草和蛇花蟲草就沒有 而蛇花蟲草主要的功能是明目 作用完全和東蟲下草不一樣 關於輝說 很多中藥又或者含有中藥的健康食品 裡面的有效成份 已經可以透過技術被提取 甚至可以以相近的化學物取代 接近天然 如果你用一般的化驗 驗蟲草素的東西 其實它都有的 一樣是驗到那個成份出來的 但是它吃下去是兩回事 其實很多成份都很類似 還有相差最重點的成份 是否現在已經找到出來 都未必一定是 甚至乎你可以買一些化學物加下去 因為其實現在蟲草素 其實很容易買得到 你加進產品裡 它可能會令化學測試 錯覺它含有蟲草的成份 我們用DNA的方法去做鑑證 就真真正正看到它裡面 有沒有這個成份在這裡 我們就幾個產品向衛生署查詢 衛生署表示 中藥組已經就東蟲下草 蟲草菌屍體為藥後成份的中成藥 定立命名原則 如果這些產品 含有的是其他蟲草品種 例如是蛹蟲草成份 又或者只是蟲草菌屍體成份 名稱都不可以再有 東蟲下草的字眼 如果中成藥產品 被發現它的聲稱成份和事實不符 可能已經違反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及商品說明條例 辨別中藥的真假 都要出動到DNA來鑑證 主要是因為香港很多常用的中藥 它裡面的有效化學成份 難以做到標準化 我舉個例 當歸 當歸 幾個地方都可以種 雲南可以種 韓國可以種 日本可以種 甘肅省可以種 究竟每個地方種的當歸 是否一樣 答案當然不是一樣 是否一樣 一直協助政府建立香港標準的芝麻強認為 中藥標準化有它的局限性 十幾年前 芝麻強已經培養出人工的東蟲下草 UST2000 可以做到它裡面的有效成份 線綱 和天然的一樣 但是東蟲下草最重要的成份 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多糖 就未證實到是一模一樣 東蟲下草裡面的多糖 研究到今天 都仍然很少 我們今天都找不到一個 在天然東蟲下草有的多糖 亦都在CS4 或者其他人工培植的東蟲下草 找得到出來 所以你說是否完全100% 化學成份是一模一樣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一模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都不太清楚 下一節 血焰的產生是一個謎 我們會繼續看看 內地假血焰事件 對業界的衝擊 血焰為何會是紅色 科學界是如何拆開這個謎 這裏是印尼 全球燃磨產量最高的地區 香港遊客觀光購物景點 又怎會沒有燃磨店 一進到店裡 銷售員就向顧客解釋 近期的假血焰事件 究竟我們有聽到 在中國有報道 血焰是有假的 但是哪個是在馬來西亞 我們印尼是有血焰 但是非常少 燃磨店仍然掛出海報宣傳血焰 但是櫃檯內外 已經不見有血焰出售 不過 銷售員跟我們說 可以訂貨 血焰售價比白焰貴兩成左右 主要是它一向被宣傳成稀有真品 是金絲焰吐血所致 不過 這個傳說 原來只是雙人謀利的桌頭 6月份 浙江省工商部門 在市面抽查大約3萬盞血焰 查出致癌物質阿硝酸鹽嚴重超標 導致內地的血焰全部要落架 8月份 中央電視台再揭露 血焰根本不存在 有專家推斷 血焰其實只是加了供的燃窩 它會變紅色 是由環境因素 尿份或是燃泥加速灰分出來的 這一個就是我們 用來模仿天然燃動的一個實驗用的模型 你可以見到下面這些溶劑 就是我們想試的其中一種元素 我們想知道究竟天然這些血焰 為何變紅的主要原因 是來自哪一個元素 陳嘉倫研究驗魔多年 一早已經化驗出 血焰並沒有含有血成分 他說大部分的血焰 都是人工培植出來的 不過根據他的化驗 血焰含有加脫液酸 較白熱為高 在抗流感上有較強的功效 它本身已經有抗流感的作用 另外它又可以刺激到大腸細胞的生長 其實本身這一種已經有一定的功效 加工血焰事件之後 他親自到印尼馬來西亞的燕屋參觀 了解當地培植血焰的方法 他也認同 人工血焰會由白色變成紅色 極有可能與燕洞裏面 一些中介物質 例如是鳥糞有關 他說這種技術 燕龍已經採用了很多年 但他們就不知道 究竟是鳥糞哪些成分 會令燕窩變紅 陳嘉倫很希望找到答案 我們是要逐樣逐樣來 在鳥糞的成分逐樣逐樣去試 究竟哪一樣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們現在暫時試了礦物 燕酸鹽、燕酸鹽這些 這些都不關事 我們還很努力去找出 究竟是鳥糞的哪些成分 一般燕窩變紅需要三個月時間 但較早前 被踢爆用加速方法灰分的假血焰 只要兩個星期便會變紅 燕窩顏色可以造假 燕窩本身亦都可以假毛 這個完全是一個假的 它可能是用一些豬皮或白毛衣去造成 如果你說半假的那些 就可能它會塗一些平膠去增加重量 血焰事件 加上較早前 科大化驗67個樣本 全部發現含致癌物質阿燒酸鹽 已經嚴重衝擊香港業界 沒有了一大半生意 燕窩商會金謀對策 找來科技大學 建立鑑別質量的平台 科大除了用退液酸含量技術 來分辨燕窩真假 亦都會提供專業知識 希望公眾食得安心 其實阿燒酸鹽和燒酸鹽 就不是人工添加的 我們亦都估計到 基本上最大的可能性 就因為當地養燕窩的環境而導致 如果我們平時去浸我們的燕窩 洗兩次 我們覺得 97%以上的阿燒酸鹽和燒酸鹽 都可以洗走 食貴價的補品 怕遇到假貨 選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其實買一般健康食品的時候 亦都要注意裡面的成份 會不會引致副作用 阿菲患有系統性格血管炎 導致動脈血管收窄 經常會頭痛、頸痛 病快的時候更加會視力模糊 他打算買健康食品補薪 經朋友介紹 分別買了靈芝和冬蟲下草的膠囊食 誰知病情更加嚴重 一試就是 初初吃都不覺得 但是後期 不行了 因為我的免疫系統 真是他療起免疫力 所以就頭痛 開始又痛回 他繼續吃膠囊 頭痛的時候就吃止痛藥 這樣維持了三個月 結果有一天 他的頭痛都不可以不看醫生了 他說他說 他說他說 他是否喝過中藥 還是你吃過甚麼 我自己知道 吃了董蟲草 這些靈芝 我兩瓶一起吃 有病亂吃健康食品 並不止阿菲一個 既然有糖尿病 有血壓高 在吃降血壓藥 他買了桑站丸 藍莓素 魚油丸 每天早晚吃補薪 有兩顆 睡覺之前吃 其實這個時候的病患 都好像是 不會支持發生的 也不會說 有甚麼現在的壞處 就出來 但潛移密化下去 後果會很嚴重 我覺得就 做好一點才預備好一些 他間不中關節會痛 醫生說他有痛風 為了舒緩病情 他另外又買了四種茶來喝 苦瓜茶 聲稱可以降血脂 貓鬚草茶 也聲稱可以降血脂 而另外兩種茶 裡面含有的成份 包括薯曲草 說是可以醫痛風的 子彥就說 痛的時候會多喝一兩包 那些茶 其實就 沒甚麼所謂的 好像那些玻璃香片 有空便會衝來喝 有很多報道都說 他很有效 子彥很相信名人的推介 但藥劑師對某些草藥 能夠治痛風 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其實他用這麼多種茶 一來未必有作用 二來就是 其實痛風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缺水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如果有甚麼茶 令到它小便增加 或者真的會影響到身體的水分的平衡 其實可能有反效果 其實不少的健康食品更加含有中藥成份 吃了之後會和西藥相沖 這些在商場促銷 含有中藥三七的膠囊粉 廣告聲稱可以有效擊退膽固醇 血脂和三酸金油脂 不會和西藥相沖 銷售員是這樣說的 但專家又是怎樣看呢 例如三七就是填七 我們都知道它有薄血的功效 如果針對三高人士 有高血壓 有高膽固醇 有糖尿病的人士 其實它很多時候可能有心臟病 有部份的患者 可能需要吃亞視匹靈 其他薄血藥 甚至做過心臟手術通波仔 它需要長期複食一些薄血的產品 如果它再嘗試用一些健康產品的話 其實可能加劇了出血的風險 很多長期病患者都說它是依據親友介紹 或者自己個人經驗去服用 而不是因為醫生介紹 所以在被訪者來說 有沒有超過一半的被訪者 都是因為親友介紹 或者自己吃了之後覺得好 所以繼續吃 長期關注病人權益的福康會 訪問了八百多名長期病患者 發現近六成的人 在服用健康食品之前 都沒有諮詢過醫護人員的意見 怎麼選用健康食品呢 是依靠廣告 在廣告覺得好 那就試吧 所以廣告很多時候 在香港這方面的控制 監管上是比較少的 變得很多時候會用一些比較誇張 或者近於失實的宣傳方法 去吸引市民使用的話 其實都會令市民錯誤地 選用一些不適合 或者沒有療效的健康食品 藥物教育資源中心說 市民如果對健康食品有疑慢 可以向有藥劑師註定的藥房查詢 確保安全 接下來是波影 如果還有明天資 不一樣的聖誕而 請繼續欣賞